里面的油基本上已经烤干了 只有那个油的香味 然后皮是脆脆韧韧的 特别香 嚼起来很带劲 哇好脆啊 好香 是吧 哇还没有开门 我们是第一桌 让我们用一顿美味的烤小肠 来结束这倒霉炊的一天吧 我们今天找了一家店 这个呢是一个他们店里98块钱的套餐 我们看看有些啥 一份烤小豆腐 然后一份板筋 一个小菜拼盘 这是火腿肠 一份小瓜 这个烤着是特别好吃 有点饿了 你想先吃点啥 除了小肠之外 这个小肠要烤比较久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店里很聪明 你看用一个这样的照理把它扣起来 它就不会蹦跌了 这一份是35块有半斤多一点 因为我们上次在贵阳吃的那份多 明显的多 是嘞 多烤一下 烤到干干的把油都烤掉 之后才好吃 我们先吃点啥呢 肯定是小豆腐啊 这个小豆腐有的需要刷有有的不需要刷 像我们家那个小豆腐都不需要刷 可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 可能是厂商的配方不同 哎 跟我们那个小豆腐完全不一样 它厚好多你发现没 是的 首先 这里是安顺 每家店的小豆腐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真的 味道都不一样了 哎 我先吃一个 小毛豆 嗯 没问题 花生 也没问题 他们家黄瓜挺好吃的 我要给人家证明 我尝过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因为它香油泡特别多 是你喜欢的香油味 哈哈哈 而且吃他们家烧烤有个比较特别的蘸料 你看 有豌豆 然后香菜 辣子 葱 折耳根 还有一点酱油和水 它不是那么的鲜 这个味道有一点点酸 还挺特别的 哎呀 扒了扒了我们的小孩 这还需要扒的吗 我觉得需要扒 你看 我觉得先把它扒到泵地 然后再把它扛起来吧 你觉得呢 可以 这个小孩就是要比较耐心 要烤的稍微久一点 偷偷告诉大家 我们前面已经偷偷上线了这个烤小孩 就在咱们家店 就是在某宝搜索花喵去吃饭 我们家店的那个是一斤装的 这个是半斤 应该是这个的两倍 你卖的太卖腻了 是吗 哈哈哈 好吧 已经有点香味出来了 闻到没 但是我们要把它烤得焦焦脆脆的才好吃 把油都烤掉了 吃烧烤真是个需要耐心的火啊 还有可能被烫到 他们开始呼吸了 快喘吧 多喘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多喘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哇 巴了巴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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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一个都不能上 这么炒了 还没有开始动鸡叫烤肉了吗 天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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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腐比较厚 它烤出来的皮就比较厚 有点像豆腐果 里面有姜吗 给你自己看一下 哇 天 好美 这个就是我们的贵州爆姜小豆腐了 和其他地方的爆姜小豆腐 是不太一样的 它有一点豆子的香味 然后里面是很嫩的内在 它这个蘸料也挺好吃的 挺不错的 来试一下 烤到这样就已经差不多好了 然后这些小的都可以吃了 都脆了 它上去一白白的是什么呀 这是烤出来的泡沫 不用管的 这种大的才有 再烤一会就没了 应该是油的泡沫 来吧 给你来一个 哇塞 好 别烫着 哇 怎么样 里面的油基本上已经烤干了 只有那个油的香味 然后皮是脆脆润润的 特别香 嚼起来很带劲 在家看本赛的时候 喝点小酒烤点小茶 哇塞 没死了 哇 好脆啊 好香 有嚼点 我觉得里面带口油的也好吃 总体来说 我觉得肉的那种焦香的味道 我觉得是那个油香的味道 这个东西我们这叫小瓜 它应该在很多地方被叫做西服务 我觉得烧烤真的是极品 就是它 不酥肉的 要烤得湿湿的 有一点水分 在里面甜甜的才好吃 都用那个酱汁腌过的 允许我来菜板店 你这好了吗 都已经焦了 看到了 再不吃就不好了 焦香糖哈 用这个水水感就不会烫 我发现了 这个汤汁就是为了大家怕烫饱 好吃 配一层油油的筋 有点黏 然后有点脆的那种口感 人生还是多么美好 让我忘记修吃的那些糟心事 吧 呵呵呵呵 哇